学者认为新一代无闸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如果要按照前方车流的速度 及时调整收费是可行的做法 至于让巴士在严重堵车路段绕道而行 学者认为在本地推行会有一定的阻力 记者吴良祥报道 现行的闸门市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将近20年来 按照不同的车种及不同的时段来采取一次性的收费 学者认为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 新一代无闸门市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更为公平 真正起到动态收费的效果 它可以根据实际的行驶里程 以及一架车人士实际在这种收费区所花费的时间来收费 那么当然它具体采用的这种收费的标准 到底是依据里程还是依据行驶时间 还是依据当时的拥挤状况 还是统合性的 这个还有待于政策上的一个设计 新一代公路电子收费系统预料会在今年下半年颁发合同 目标是要在约2020年起用 实行的初期应该是跟目前现行的这个系统是相当的接近 如果在未来的公路是相当拥挤的一个状况 驾车人士依然执意要来行驶收费的标准 以及它收费的幅度自然就会比较高 另外有学者指出 伦敦之所以能在严重堵车允许巴士盖先绕行 是因为当地民众多移地铁出行 而平行方向的道路也多 交通分散灵活性大 本地却刚好相反 学者说 让巴士在堵车路段改线绕行是否可行 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也有赖于乘客的谅解和配合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